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外婆生于清朝末年 在我小的时候 她就常常跟我讲那个年代的故事 外婆有一个百宝箱 里面存放着一串她结婚时佩戴的公花 她会把公花别在我的头上 让我在镜子面前照着 每天晚上 她都会跟我描述她年轻时穿的衣服 面料是滑滑的 上面绣着花和蝴蝶 我经常闭上眼睛去想象 美美的 像梦一样 八十年代 我成了全国第一批服装设计的学生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 我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电影和小说 所以当时的毕业设计 我就去问老师 说我想做一件婚纱 后来我就跑去了人人剧院的后台 跟那些老师傅学 就这样我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条大裙子 走入社会后 我是中国第一批服装设计师 那时我设计的一款衣服 最多能卖到五万件 百花大楼里所有的人都在抢购那件衣服 但是慢慢地 我变得非常不喜欢自己的那些商品设计 我想要自由 想要设计那些我真正喜欢的衣服 后来我就辞职了 常立了玫瑰法 因为文革的时候 很多传统的记忆都流失了 我为了找绣工 就跑去河北的农村 挨家挨户的那些会争献活的妇女 我想把这些丢失的东西找回来 传承下去 我其实从来没有刻意想过 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进我的设计 因为文化一直是融于我血脉中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我的作品是一个梦 在梦里是外婆讲述的那件 我从来没见过 但是是世界上最美的衣服 老了我想穿黄色的衣服 那是皇帝的颜色 我们老百姓不能穿 从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黄色 但因为外婆的影响 黄色在我心里一直是无法触碰到的 是高无上的 所以即便到现在 我几乎没有穿过黄色的衣服 我的作品 它表达的是一种理想 而理想都是高高在上的 超越现实的 所以在我很多作品中 都选择了我最渴望 最高不可攀的东西 那就是黄色 这就是2015年 在《Met Gala》 《WOPE》变成了 超越认为 超越认识的 而且当然 变成了很明显的 在东西 中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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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沿山 中的美国 中的美国 来说 中的美国 艺术,艺术,和表演。 她称之后说,我为中国改变了一项。 在她的业务中, Guo Pei 第一次显示了中国的发展。 但我相信今天,她显示了一个世界的发展。 我可以说,是跟中国一起成长的。 这40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 以及中国人审美的改变, 给了我创作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 西方文化,曾深远地影响了东方文化。 而如今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 又反过来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 而我,会继续传承这个文化, 继续做着那个外婆跟小女孩讲述的美丽的梦。 来吧! 亚洲旅台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